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五百四十集 九色火 三位魂羞中 其中二人掐绝解 立刻身边的飞剑刹那掠过 直奔白小春而去 速度之快 掀起阵阵破空之声 气势惊人 这毕竟是练灵六次的法宝 白小春知道其锋利无比 双目微微收索 与此同时 那假音修士口中传出复杂难懂的咒语 其头顶的宝珠颜色刹那改变 竟散出了黑雾 画作了一个虚幻的恶鬼身影 张牙舞爪向着白小春这里凝饿而来 三人显然联手不是一次两次 此刻一出手几乎封锁了白小春前方所有位置 眼看就要临机 白小春冷哼了一声 哼 练灵之宝 你们有 我也有 白小春右手猛的袖子一甩 从橱袋内取出一把黑色的伞 正是永夜伞 这把伞 这把伞以白小春当年的修为施展不出全部威力 可他如今金丹大圆满 再次展开时不说游刃有余可也不再如当年那么勉强 伞被取出的刹那白小春猛的向前一按三柄 碰的一声 在那两把飞剑以及雾鬼来临的刹那 这黑色的永夜伞肘然大开 在大开的瞬间形成了防护 直接就与那两把飞剑碰到了一起 声响轰鸣 回荡四方时 那两把煉灵六次的飞剑竟无法维持飞行 直接倒卷而去 就连那雾鬼也都惨叫一声 想要后退时 这黑色的伞身上居然浮现出一张诡异的笑脸 这笑脸猛的一吸 那雾鬼哀嚎一声居然无法后退 眨眼睛就被吸入伞身中 这一切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 散开飞剑倒卷 熄灭雾鬼的同时 那三位浑修大惊之下 面色登时变得难看至极 尤其是那位假阴浑修 更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他看到永夜散上的八道银纹 呼吸急促 目中露出狠辣 竟趁着身边同伴飞剑被卷 心神兽创始双手抬起 在二人身上猛的一推 那两个浑修灭色变化 没想到自己的头领竟会如此心黑 闪躲不及被推得直奔白袖船而去 与此同时 那假阴浑修身体急速后退就要逃走 他看出来了 那中年修士不但肉身强悍 修为不俗 法宝更是惊人 这就是一头孤狼 难怪敢单独行走 这是不怕其他人来杀人夺宝 甚至好像是在故意引人来从而反杀 在这三人内乱的瞬间白小春猛的收散 一步走出速度之快化作残影 直接就出现在了那两个施展飞剑的浑修面前 右手抬起如同闪电一般轰出 连续两下直接落在二人胸口 惨叫传出 这两个浑修喷出鲜血 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倒退而去 还没等落下呢 他们的身体就猛的颤抖 居然肉眼可见的急速枯萎 所有生机化作白雾 从他们的七桥内飞出 直奔白小春手中的永夜伞而去 刹那就被吸入其内 永夜伞吞噬升级 此事白小春不陌生 尤其是练龄八次之后 此伞威力已然更大 不过这种隔空吸走生机之事 白小春此刻看到也很心惊 但却无暇多想 眼看那假鹰浑修要逃走 立刻追去 这假鹰浑修听到了身后的残叫 回头更是看到那二人被吸走生机的一幕 他吸神狂枕 尸声惊呼 你不是浑修 你是猎魂师 白小春略微一愣 故意的冷哼了一声 速度暴增 眼看就要追上 这假鹰浑修 暗中叫苦不迭 他哪怕假鹰修为 可亲眼看到白小春的战力后 他心知肚明自己不是对手 此刻眼看危机 他急忙高呼 大人莫要冲动 我愿成为大人的追随者 在这迷宫里 大人独行 不如身边有个追随者一起呀 这假鹰浑修 焦急开口 传入白小春耳中时 白小春神色一动 觉得眼前这人说的有些道理 自己单独的话 难免还会遇到这种事情 打斗起来 一旦暴露了神通术法 就麻烦了 而若是有人在自己身边 就可以免除不少的事情 想到这里 白小春右手抬起一挥之下 一股大力爆发出来 直接落在这假鹰修士身上 这浑修嘴角一出鲜血 目中闪动后 狠狠的一咬牙 不再逃顿 而是停在那里 向着白小春抱拳恭敬拜下 陈觉愿意追随大人 白小春一言不发 看了陈觉几眼后 右手抬起 一指陈觉眉心 顿时送出一丝寒气 直接环绕在陈觉的心脏上 只要他心念一动 立刻就能让这寒气爆发 顺劫碎灭陈觉的心脉 陈觉身体一颤 不敢闪躲 任由白小春留下尽致后 这才松了口气 知道此番可以暂时保命了 可感受到心脉附近的寒意 他心中又苦涩起来 走 白小春刻意的沙哑开口 走在前方 陈觉连忙称事 深吸口气 打起精神 守护在白小春四周 他知道自己若想要活命 全靠眼前这个恋魂师了 只求自己尽力后 离开这里时 对方可以放过自己 白小春看似面无表情 可实际上 偷眼扫了扫陈觉 心中很是得意 琢磨着自己果然是英明啊 走到哪里 都有人那头来拜 哭着喊着要成为自己的追随者 不同意还不行 不知道如果对方知晓自己是白小春后 又会是什么表情 白小春越想越觉得有意思 打定主意 这一次自己要装扮成一个少言寡语之人 这样的话 或许威慑力会更大一些 而且 这陈觉说的有点道理 我身边的魂秀越多 则我越是安全 白小春沉吟中 与陈觉向前急迟 这迷宫无论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 让人分辨不清 也很难留下什么记号 白小春看着越来越晕 发愁之时灵机一动 索性将注意力分出一部分放在右侧墙壁上 一路固定 沿着右侧的墙壁前行 遇到岔口 则直接选择右侧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 白小春与陈觉碰到了不少蛮荒人 与长城修士 在这些人身上 白小春发现 里面有一些竟选择了与自己一样的方法 固定了一个方向 彼此大都是看了看后就立刻避让显然不愿意轻易发生摩擦 即便是遇到了数量较多的蛮荒浑修在看到陈觉对白小春的态度后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取出永夜伞注意到了哪八道银文都很心惊 隐隐猜出白小春似乎是练魂师于是也都不愿招惹 就这样 这三天中 一路上有惊无险 直至在第四天时 正在前行的白小春忽然脚步停顿下来 看着前方 他目中惊芒一闪 前面不对劲 白小春还是故意沙哑开口 身边的陈觉一愣立刻看去 可前方迷宫道路 看起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呀 白小春也看不出来 可自从当年落沉山脉一战后 他就发现自己对于危险有种特殊的敏锐 而且从来不会出错 此刻在他的感受中 前方那看似如常的区域藏着杀机 没有多停留 白小春立刻后退 陈觉虽然不解 可却不敢不从 也跟着后退 可是 就在二人退后的瞬间一声冷笑从他看似如常的区域中传出 眨眼界 那里竟出现了如水面般的波纹涟漪 一道的身影竟从那涟漪中急速的撑出 竟有十多人 一个个修为不俗 在出现后立刻直奔白小春 白小春一眼中傻机一闪 转身时右手抬起 用夜伞立刻出现 拔到银门 闪耀刺目 更有那诡异的笑脸似若银若现 眼看就要一战 突然的从那涟漪内传出一个声音 不可无礼 随着话语传出 四周那些撑向白小春的魂修 全部脚步一顿 与此同时 那涟漪内走出一个人 这是一个青年 面色阴沉 身上穿着花贵长袍 眉心上有一个星狠闪动 正是周一星 一股强悍的魂力波动 在他四周弥漫 这魂力与魂修的魂力不同 四更为深邃的同时 还蕴含了某种压制之感 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尤其是他的手中 甚至还有一团幽火 此火颜色多变 仔细一看 居然有九种颜色 白小春 只是看了一眼 就心神狂震 他马上就看出 此火居然是 九色火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